另一方面为了减轻B40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 吉兰丹州务大臣拿督阿末耶谷宣布 从来临的星期天开始发出1500令吉特别援助 给各个桑府处理新冠肺炎死者的相关殡葬费用 阿末耶谷今早主持州行政议会的立场会议后透露 当局根据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计算 预计拨款开支介于20万令吉到30万令吉之间 新冠死者桑府家属必须填写表格乘上相关的文件 让负责单位着手处理申请 此外阿末耶谷也说根据官方的观察 很多前往巴沙的民众不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他提醒吉兰丹人不要掉以轻心 以免造成防疫缺口